由于这个受到印度板块 对欧亚板块强烈碰撞 以及持续挤压 这种远程卡里木盆地 北部的话就是哈萨克这个地高运动 较强的一个区域之一 所以这个阵级是比较大的 而且阵源深度是22公里 那么整个从天然电阵带来看的话 是位于这个中亚地区 苏木塔香路段 拍摄的时间是今天凌晨的3点10分左右 单地的气温是零下22摄氏度 画面当中的箱是距离镇中最近的一个箱 叫做线路 桥梁 信号设备 战防等设施设备 铁路部门检查并确认安全之后 相关线路已登陆12306网站 或者是新疆铁路官方微博微信管理支队 库兰萨日克边境派出所的消息